乔委会简报室高棚满座 乔包乡亲们脸上尽是笑容 他们全是北美洲顺意赌亲总公所成员 40人组团回国访问 乔委会赴委员长吕元荣代表接见 同时也转达委员长随总统出访中美洲 不客会面的歉意 他说要我跟大家转达 说欢迎大家回来访问 但是因为他共有公务在身 真的很不得已 特别要向所有的中长们表示歉意 那也要祝大家访问的行程都顺利成功 乔委会也是一样 乔委会我们在宪法里头 一共有四条的乔务政策 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 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中南民国政府对于海外发小 非常重视 有四条的条文 有提到乔务政策 适逢总统大选过后 即将政党轮替 团员们也轮流表达对国家的支持 期盼新政府也能与乔劫 维持情意 政党轮替代表了自由民主的进步 也是全世界华人第一个国家 有政体轮替 所以我们很高兴见到中华民国 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进步 也只有自由民主人权 我们大家才有希望 国家才能进步 前我们华侨虽然我们已经落地生根在国外 可是我们的心都是还吸在台湾 吕副委员长颁赠乔委会景旗让公所留念 乔务咨询委员同时也是团长的陈荣良 也代表回赠乔欣索系水晶奖牌一面 表示北美洲顺意赌清总公所 支持国家的心意 台湾宏观电视陈林文冲建刚 台北采访报道